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课征不休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A 时空的邀请 奇遇的开始 2 理论的漩涡 深入的辩论 3 未来的启示 共识与展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时空的邀请 奇遇的开始 在探讨时空的邀请 奇遇的开始这一主题时 我们首先得承认 时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秘与无限可能的概念 它不仅是物理学家眼中的终极谜题 也是历史学家 哲学家 甚至是普通人梦想与幻想的人权 所以 当我们谈论时空的邀请时月 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一场跨越现实与想象的冒险 想象一下 如果时空真的发出了邀请 那么这张邀请函可能是由爱因斯坦亲笔亲历 用相对论的方程式 作为边框装饰 作为边框装饰 亲爱的时间旅行者 欢迎您参加历史与未来交汇的盛会 地点与宙任意坐标 时间您认为合适的那一刻 这样的邀请无疑是每个探险家梦寐以求的奇遇 但是这场奇遇的胎石 往往是从一些不那么宏大的瞬间展开的 比如你可能在阅读一本古老的书籍时 突然对某个历史事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这种好奇心就像是时空的一道裂缝 让你无法自拔地想要探索更多 或者在一次偶然的旅行中 已走进了一个看似平凡却充满故事的小镇 那里的每一块石头 每一条街道都似乎在向你诉说着过去的秘密 有趣的是 时空的邀请并不总是带我们去往遥远的过去或未来 有时它仅仅是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现在 比如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一个简单的行走就能成为一次时空之旅 当你放慢脚步 开始留意周围的建筑人群 甚至是路边的植物时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每一座建筑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 每一个路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宇宙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当时空的邀请来临时 不要犹豫接受它 让好奇心引你的脚步 无论是穿越到古老的文明 还是探索未知的未来 亦或是重新发现身边的世界 每一次奇遇都是一次关于自我 关于宇宙的深刻理解 记住 时空的邀请不需要你拥有高超的科技或是魔法 它只需要你拥有一颗勇敢探索的心 那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奇妙的旅程吧 去发现那些被时间遗忘的秘密 去体验那些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冒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理论的漩涡 深入的辩论 在探索知识的海洋中 理论就像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漩涡 既能够吸引人们深入探索 又能让人在辩论的波涛种仪式方向 今天让我们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深入这些漩涡之中 看看历史上的一些辩论是如何让学者们既爱又恨 一 量子力学上帝是不是在制头子 当我们谈论理论的辩论 过得不提的就是量子力学 这个理论让爱因斯坦和波尔等物理学巨头之间的辩论 成为了传奇 爱因斯坦坚信上帝不治头子强调宇宙的决定性 而波尔则认为在量子世界里 一切都是概率 这场辩论不仅仅是关于物理学的 更触及了哲学 宗教和人类认知的根本 想象一下 两位科学家在咖啡馆里争论 旁边的人可能以为 他们在讨论是否应该在咖啡里加糖 二经济学凯恩斯福尔茨记 弗里德曼 跳到经济学领域 我们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经典对决 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开支来刺激经济 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最好能自我调节 政府的干预只会带来麻烦 这场辩论就像是在讨论家庭财务管理 一个主张花钱让钱来 另一个则是省着点自然就用 这两种理论在经济危机时期总是纹流上阵 就像是时尚界的潮流 此起底伏 生物学达尔文分学习 兰马克在生物学领域 我们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与兰马克的用镜废退理论 达尔文认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 而兰马克则认为物种通过使用或不使用某些器官而进化 这场辩论就像是在讨论健身房的会员 一个人认为只要坚持锻炼 身体自然会变得更强壮 另一个人则认为如果你不去健身房 如果你不去健身房 你的肌肉就会慢慢萎缩 虽然现代科学倾向于支持达尔文 但兰马克的理论仍然在某些方面影响着我们 此理觉弗洛伊德vs斯基纳 在心理学里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斯基纳的行为主义理论之间的辩论 也是颇具传奇色彩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行为深受潜意识的驱动 而斯基纳则认为行为是由外部刺激的讲成机制决定的 这就像是在讨论为什么要去吃冰淇淋 一个人说是因为内心深处的渴望 另一个人则说是因为外面太热了 议论的辩论就像是知识的大海中不断涌现的漩涡 既令人兴奋又充满挑战 他们推动我们不断地探索未知 同时也提醒我们保持一个好奇和开放的心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学会了更多 也学会了如何在笑声中思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未来的启示 共识与展望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人类终于解决了所有的争议 达成了前所未有的故事 这不是因为我们突然之间都变得异常聪明 或者拥有了超自然的洞察力 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 通过时间旅行发送的带有幽默感的猫咪表情包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在这个未来科学家们在研究量子物理和网络文化的交叉点时 意外发现了一种能够穿越时间的数字信号 而人类作为一种极其善于适应的物种 很快就将这一技术应用到了最重要的事物上 解决争议和达成共识 想象一下 当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辩论是否应该减少碳排放 以对抗全球辩论时 他们突然收到一条来自未来的猫咪表情包 这只猫带着太阳镜躺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 旁边是一条清澈的小溪 上面飘着一条信息 Tell humans Green is good 放轻松人类 绿色是好的 这种直接来自未来的幽默提醒 让所有的争议瞬间烟消云散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开始更加重视这种通过幽默和爱来沟通的方式 政治辩论便成为一场寻找最有创意的未来猫咪表情包的比赛 经济学家们不再使用复杂的图表和数据来预测市场 而是通过解读来自未来的搞笑猫咪视频中隐藏的经济趋势 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历史课不再是枯燥的记忆日期和事件 而是通过分析不图时代的猫咪表情包来理解历史进程 物理课长学生们不仅学习量子力学的原理 还要学习如何将这些原理应用于制作更高效的时间旅行猫咪表情包 在这个未来共识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人类通过共享幽默和爱 找到了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连接方式 我们终于意识到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只要我们能够一起笑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在互联网上分享一个猫咪表情包时 记得你可能正是在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未来的启示就是这样 既深刻又充满乐趣 提醒我们共识和展望可以通过最不寻常 但又最人性化的方式达成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时空的邀请 理论的辩论和未来的启示 时空的邀请让我们可以跨越现实与想象 去探索历史、未来和身边的世界 理论的辩论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知识和现实的复杂性 同时也提醒我们保持好奇和开放的心态 未来的启示则告诉我们通过幽默和爱的方式 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和展望 在这个充满神秘和无限可能的六度世界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探浅家 每一次奇遇都是一次关于自我的发现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时空的邀请、理论的辩论和未来的启示 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们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探索更多的奇遇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修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